出席悼念儀式的包括死亡者所屬國家的 市領館人員和近百名遊客 落屬省長薩納德亦有道場 他們獻上花束為19名死亡者默哀 新華社引述薩納德指 當局仍在調查意外原因 它證實出洩熱氣球所屬的公司 是獲得飛行許可證 而熱氣球早前亦通過航空部門的安全檢測 認為意外很可能是駕駛員操作出錯導致 原本在意外後已經暫停的熱氣球觀光活動 最快下個星期會恢復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康文報導